饺子是北方人过年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而武冈的罐饺子却与众不同 武冈人为什么对罐饺子情有独钟 他的秘密就在这个罐里面 袁师傅 您的这个摊在上店街头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他那个糖味在上店街 从他父亲来不是上一期 大概六十多年 您觉得他们选择来到这个摊点来吃 主要是吃些什么 他们打出来吃的就是一种会议 也就是吃了一些通见的味道 光见的味道 武冈的罐饺子里面除了饺子 还有丸子酸汤 过年吃饺子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而丸子的家属更是将团圆的象征意义 推到了极致 饺子 之所以是团圆宴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并不单单是因为它味道鲜美 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包饺子的全过程 丸子 是制作罐饺子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 原师傅炸丸子要架起地锅用上大火 这样炸出的丸子才更酥脆爽口 而丸子炸制是否成功 不仅要看火候的掌握 还要看它们窜丸子的速度 炸丸子需要把各种食材团得紧紧的 而一家人如何团得更近也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江河万事兴 金黄的丸子配上酸汤煮好的饺子 热汤汤地装入碗罐中 而如今 罐饺子也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